Hello,大家好,我是屎嫂晴晴 上次有一條影片跟大家說明夏天曬得很乾的時候 如何立即補水的方法 今天想跟大家討論另一個女生在夏天非常需要保護和清潔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下生啊! 如果你是男生,幫到你女朋友做個好男人的話 我也歡迎你繼續看下去,並且幫我分享 有研究發現有超過八成的女生曾經試過夏天有不適的感覺 譬如是癢、有異味、甚至是發炎的情況 而我們大家比較少去討論如何保護和清潔我們的絲襪處 所以今天也很想去講一講這個話題 第一件事我覺得挺重要的就是我們夏本身絲襪處的清潔問題 原來我們平時有些洗澡液是簡性的 而我們夏本身那裡其實是弱酸性的 所以我們長期用簡性的目的路去沖洗我們夏本身 其實會造成它沒有了一個自然的環境 就是抵抗細菌的能力是弱了 所以你那裡會容易感染、發炎或者是有些細菌滋生的 那我自己最近用的是這個 就是英國的品牌 Fanfresh 不過有一點千萬千萬不能做的就是 將這些衝進你的絲襪處的裡面 千萬不要 這些是給外部、外部用的 不是內部用的 如果你裡面真的覺得發炎、癢、痕 那我建議你記得去找醫生看看 那第二個我想跟大家討論的就是我們M度 生理期的一段時間 第一件事你的M筋一定要記住 三個小時左右就要換一次的了 有些可能會覺得 其實我都差不多完結了 不是很多 那可不可以等整個M筋都滿了才換呢 大家一定要記住你的M筋一定要保持整天的 特別是夏天我自己就比較偏向用一些薄的M筋 但是薄有一個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真的很快就會滿捨 之前在萬寧和沃神市就有一個Promotion很划算 買滿40元加1元就可以換液體的M筋 所以我就入貨了好幾盒液體M筋 那如果你有看史萊姆以前的影片 其實我們也有玩過這個液體M筋 那次玩完之後呢 這也是我其中一個牌子會經常用 對我來說 薄和吸收塊真的很重要 它又比起普通的M筋更加貼合我們的身形 而關於換M筋 其實我也一樣想說很久的了 就是每一次我們去廁所換完M筋之後 我會看到我的垃圾桶就這樣整塊M筋 這樣砍在垃圾桶上 真的超噁心的 你用完之後你可以捲起來 之後你不是有一包新的拆開M筋 貼起來之後 才扔進去垃圾桶 這樣會幫助到整個廁所的清潔環境 當我們每一個進去用廁所的時候 都會覺得那裡乾淨很多 記住這個是每一個一定要做的事 第三天我想跟大家說的就是關於底褲的選擇 其實有很多女生在夏天的時候 為了避免你說會有一條邊出來 都會選擇丁置褐離聚 中間那塊布真的很少 就會很容易很緊地跟我們下身去摩擦 而這個摩擦的過程當中你會痛 又或者有些人會腫 甚至因為那塊布太少 而令到細菌進去 其實我個人就非常不建議穿丁置褲 反過來我個人的經驗 有一種的底褲覺得很舒服 就是上次在淘寶開箱那裡 都有買過的底褲質地 就是這一種 比較運動、呼吸又薄的 而它也很舒服的穿下去 如果你夏天穿一些太密實太厚的底褲 其實是很容易被迫住你的下身 特別在摩擦的時候也會很辛苦 而另一個好處就是 它穿在你的屁股 它的邊也不會有褲子 或者是很複雜的花紋 都不會令到你穿緊身的褲 有一條邊太明顯 記住避免一些布太少 又或者布太厚的質地的褲 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希望在夏天的時候 可以幫助到大家 保持你的絲襪處乾淨 衛生清爽 如果你喜歡我說關於女生的事 都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住我以後都是星期二 和星期五晚上六點半提早 是更新我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還有還有 我建議你最好就不要剃毛 因為你猜不到牠生的時候 會有幾癢 和一個不一個二會發炎 覺得牠被迫住很麻煩 特別在M度的時候 建議你修剪一下就好了 到最後如果你真的想剃的話 建議你不要自己剃 或者在網上找多些資料 教一下自己怎麼剃那裡的毛毛 好嗎 好嗎 i 有 真的嗎 好嗎 好嗎 我來 我來 有 誇摸 我